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种瑜伽之总颂 在这一章当中 分成好几段 那么可以讲呢 这个也可以说是 完全在讲啊 升起次第的有浅 有浅的升起次第到深的 深一点的这个升起次第 那么它有分成四种 也就是在密教里面呢 在整本经里面它都谈到就是讲四支 其实四支啊 也就是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是这个意思的 那么我刚才呢 这个把这一 这个一章啊 整个全部看了一遍 那我觉得它这个文字 确实是写得很不清楚 假如你自己这样子看的话啊 不知道它在讲些什么 其实是很简单 恶要可以讲得出来的 那么能够变成这样子的文字啊 我认为啊 他也是最主要是因为他掺杂了很多的这个当时啊 这个藏地诸师啊所讲的这个言论 而且每一个师父啊所讲的又不太一样 也就是他的名词上啊都有所不同 所以他因为这个中哥八祖师啊 把所有藏地诸师啊 整个所讲的拿起来做一个综合的一种报导 所以难免文字上啊 是会比较难读啊 比较难解跟难读 他这里啊 这个四个差别跟四支 四种宜家啊 他的这个解释啊是在这里 如极密后细淫 一切宜家续 宜家施横战 成是法第一 第二为进修 修行是第三 大修行第四 但是他所用的这个句子啊 他这个文字啊 他这个文字用啊 一切宜家施横战 成是法第一 就是说第一应该是成是 那么第二是进修 第三是修行 第四是大修行 也就是有浅入身 但是他所用的这个句子啊 所用的这个句子 根本上讲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像大修行啊 修行啊 进修啊 成事啊 你要解释这个就是 从文字上去看啊 是比较困难一点 你必须要有深入的了解以后 才能够有所去差别啊 去给他认识 那么他这个最后呢 他也提到了 这个四支啊 又是怎么样子呢 在三百九十三页啊 后面算来第三行 如云啊 初修为瑜伽 第二随瑜伽 第三善瑜伽 第四大瑜伽 其实这个就是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他的名词又不一样 生起次第的差别 看开始是瑜伽 第二是随瑜伽 第三是善瑜伽 第四是大瑜伽 啊 跟前面所讲的这个 啊 尘世 第一是尘世 那么第二是进修 第三是修行 第四是大修行 啊 名词用的不一样 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那么他里面就谈了很多了 这个什么是尘世啊 啊 啊 第一个开始升起次第的尘世啦 那么第二个呢 是什么是进修啦 那么第三什么是修行呢 第四什么是大修行 你假如读下去的话 你也会搞不清楚 因为每一章的话 他每一章啊 每一段啊 所提示的都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一本这个经论啊 这个密中道策地广论的这一本经论 经论呢 很多人看了 确实是没有办法看 是没有办法看 而且看了很容易啊 越看了 就越迷惘越糊涂 假如你不是真正有实修过的 能够啊 去这个很有脑筋的去给他分别 或者去给他做一个认知的话 去跟他研究的话 的确是没有办法讲这一本经典 那么他这边讲城市也解释了很多 单单一个城市来讲起来啊 你看他这个啊 讲的城市就是很莫名其妙的 那个句子你都没有办法看的 我现在啊 跟大家谈几个讲他城市的 你看是如极密营 因修城市定圣菩提加行 就是这一段话 已经讲出来了 所说二次地中城市之意 这个就是城市的意义 因修城市定圣菩提加行 这个就是城市 那么你看了会清楚吗 那希望你们能够清楚 那么第二段呢 如明济云 由是城市乐解脱者 所应邪故名为城市 好了 第二段也这样也叫做城市 你们看了 希望你们能够清楚 嗯 希望不要这个越来越迷糊哈 啊 这个城市之中别分是法之城市者 凡文殉孤 含有所尽以所言意 啊 这个也是在讲城市的啊 希望你们看了也清楚 嗯 但广师中言菩提心说明城市 这个也叫做城市 这个也叫做城市的啊 希望你们看了也很清楚 这个菩提心 言真空性故 四位城市啊 这个也叫做城市 我告诉你啊 他这边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 没有一个人看得清楚的 什么是城市 我现在要问大家 我现在要问大家 你们不要看我 现在换我看你们 最后一个问的 菩提心言真空性故 四位城市 好我问你 啊 登霞法师 他这里面讲了什么是城市 菩提心言真空性故 四位城市 什么意思 不知道 OK 啊 答得很对 好 好我问这个 啊 连进法师 这里有一个问题 由是城市 乐解脱者 所应邪故 名为城市 什么意思 我没有回答 OK 好吧 因修城市 定 圣菩提家行 你没有上司 什么意思 哦 也没有回答 嗯 啊 坦白讲啊 他这一本经论不是好讲 不是好讲 他这个啊 乙意啊 他的乙啊 他用的乙 跟用他的义啊 他的义 都不是很彰显 不是很明显 很张明 很清楚让你能够了解 用的记者 用了记者 所以大指上啊 我学佛 出家修行将近二十年的人 我把这一本经论丢给他看 他看不下去 他没有办法看 看不下去 因为每一句啊 每一章啊 都是有什么 语意啊 都不清楚 语意不明 以前我们师父啊 跟我们讲的 很简单很简单的 几句话就解决 他弄的这个弄的太深了 太深奥 故弄嫌隙啊 故意放烟幕弹 啊 让你如入这个无礼物中啊 走不出来 觉得是什么意思吗 简直是莫名其妙真的 以前师父啊 他这边有分第一段就是讲成事的 第二段是讲进修的 第三段就是讲修行的 第五段才讲四种仪价 四种仪价 我看了以后啊 我很简单给他做几个瓜符而已 每一段给他写两个字 成事啊 师父所教的 就是刚刚升起次第 刚刚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成事就是要 持戒 就是三昧啊 他这里面都没有提到 成事你就是要持戒 要守三昧啊 要守三昧啊 就是成事 什么叫做进修呢 我只有两个字 师父教导只有两个字 加持 你去求啊 你去求啊 佛菩萨给你加持 求你的根本上师给你加持 让你接近 啊 让你啊 能够接近 清净 接近清净 就是禁言 就是禁言了 就是禁修了 就是禁修了 让你接近 若修行 比以己为加持三叶 策发身以意三金刚 至以金刚平等一位 这三昧啊 名为修行 就是身以意三金刚 变成清净 跟金刚啊 平等一位 就是身口意清净了以后 跟所有的金刚 互无差别 三叶变成三密 这个就是修行 啊 不用那么啰嗦 就是这样的 那么什么是大修行呢 就是知尊 知慧本尊啊 跟你合一 跟你完全合一了 也就是合一了 知慧本尊 跟你这个修行的人 互相合一 这个时候啊 得到这个印证的西地 得到了印可的一种西地 由各部部主印定 当得西地 这个时候啊 就这种境界就是大修行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啊 这解释都很简单 陈世 守三妹啊 守戒 就是陈世 静修 静修 就是求加持 由上师 佛菩萨给你加持 就是静修 接近嘛 修行 就是身口意清净 大修行 就是合一 就是合一 得到了合一的认可 跟成就 就是达修行 几句话就解决了 几句话就解决了 什么是这个余家 初修为余家 第二是随余家 第三善余家 第四大余家 其实是一样的 跟我刚才讲的是差不多 那么他这里面有解释是这样子的 那极密后续 说为方便知会 何何无别 此中则为由五象正菩提所承法界知性 因金刚辞之三摩地 随余家者极尽论施 施为相思 以前余家相思 既是果位金刚辞之余家 若天余家则缴 前最为广大 明善余家 未有父母等志 晃连华内所生天伦各驻几处 谈伦圆满 次其次加持生以义等 朝日之尊灌顶应定 供养赞叹 场甘露卫 从修念诵至宋之轮收射三摩尔尊为大余家 他讲的这个余家 随余家 随余家 善余家 大余家 其实跟刚才所讲的 是一样的 只是他讲的跟师尊讲的 师尊讲的很清楚 让你能够明白 他讲的就不清楚 让你这个调到无礼物中 走不出来 这个可以这样子讲 第一个余家 就是去学习相应的方法 第二个随余家 就是很接近 就是很接近的很相思 这里极尽如是讲 翻译成很像的 很像 很像相应的 就是求加持的时候 加持 那么第三个 善余家 他说已经变成天余家 已经跟天相应了 天余家了 比较广大了 就是善余家 那最后是大余家 这个朝日之尊灌顶应定 供养赞叹 藏甘入味 从修念诵之 送之轮 收舍三昧亚尊 就是大余家 就是合一 那么他这里面呢 这个所谈论的 你看他讲的这个是尘世 先修尘世 那么尘世呢 就是要守这个守戒 那么三昧啊 这个就是属于尘世方面的了 那么再来呢 那么再来呢 做加持 你看悲足思云 敬未敬前 能敬清净大印 要是最初 依附清净 故事大印 这个其实是讲啊 所谓清净大印呢 就是讲圆满成就了 已经很成就了 那么你要修行得到成就呢 你就去去接近 接近呢 像依附啊 根本上师 这个求根本上师给你加持 这个呢 就是尽修 接近的意思 接近去 那么接近清净 接近活菩萨 接近这个金刚护法 这个都是尽修的意思 那么这边有一个是 以法银和思维尽修达银 最初依附 正为尽修 以法是彼之分 或尽修之尽俗 色为尽修 成者未成大印之身 啊 悲足思未以彼成就而安利等 这个也是在讲这个 祈求加持的意思 但是他都没有显出来哦 像陈氏他也没有讲出 啊 是要守戒啊 那么要这个 是三昧啊 他都没有讲出来哦 像这个尽修 他也没有讲哦 只是讲清净大印 那么你去接近清净大印 就是尽修 那么你去接近这个 祈求加持啊 这个也就是尽修 他都没有讲出来的 那么只有这个修行 这个第三个他有讲 就是把三叶 转成三密 是生意意 金刚啊 完全的这个啊 这个行者跟金刚之间呢 完全是相等的 这个就是修行 那么大修行者 就是大于家 就是应可 你本尊已经合一了 这个合一的时候啊 你本身就等于是 你的本尊啊 是佛 那么你本人就是佛了 那么你的建属 就是佛的建属 你住的地方就是宫殿 那么你讲出来的话就是咒语 你的这个想念就是一种这个亲近就是一种念啊 佛菩萨金刚护法的念 这个就是你的意念啊 就已经是佛菩萨金刚护法的综合的一种意念 这个时候这种现象称为大修行 也就是大于家 你们看这个广师一如笔金银 金刚杀斗满 此所名一家 彼等流天生 称为随一家 一切轮延满 喜为善一家 加持身一意 及之尊元等 朝日之会论 大供养称赞 名为大一家 这就是四个一家的这个解释 四个一家的解释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命中道持地广论 明生起持地品第十二之一 我们今天谈成二 明六之以三三摩地之总颂 这里呢 所谈到的呢 跟我们这个前几天讲的 明四之以四种一家之总颂 稍微有点不同 也就是前则啊 把身起持地啊 当成四个 四个层次来讲 那么在这里呢 也就是把它当成六个层次来讲 那么各有说辞 也是所讲的 不一定完全一样 不过也是这个 大同小异啊 一般来讲起来 他把这个很多的派别啊 中哥巴祖师 把很多的派别 哪一位祖师所讲的 也可以讲是综合论述 所以他才叫做 密中道持地广论 那么他这个第一句话讲 母系总是生起次地差别 金刚禄金四为六支 比地七营 延满佛住处修普贤实法 五相成本尊 如是修唐伦 共占甘露等 由此次次地修 为六支加行 这个是生起身上 这个是生起次地的 那么他这边 一如南圣叶论思云 修金刚随滩 别修佛宫殿 灌顶敞甘露 共占修六支 修六支余家 树得妙西地 公也必如佛 灌顶不动佛 藏甘露 弥陀 供养 祭不空 称赞为宝生 灌为金刚心 未有六部分为六支 那么以下所谈论到的 就是在谈这个六支 那么这六支怎么讲呢 可以讲第一个修宫殿 修宫殿 你这生起次地要修宫殿 那么修灌顶 修甘露 修供养 修称赞 修贪 这个就是六个生起次地 密教里面他提到了这个六个生起次地 我对于这个贪字 这个贪 这个字 觉得比较奇怪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在显教里面呢 就是 贪 惩 之 是称为 三毒 叫我们不可以贪 不可以成 不可以知 那么这三这个就称为三毒 怎么这里反而要修贪呢 这个我认为啊 我自己本身这个研究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所谓修贪 是把原来的这个贪性 把它修成清净 这也有他的意思存在 所谓修贪 并不是说叫你 好啊 密教叫我们贪 那我们叫大贪特贪 那不可以这个样子 你一贪 我们以前 我当军人的时候 当财买 我不是讲你们财买去买菜 不是讲你们 是讲我自己 我以前当财买的时候 我是不贪的 那么以前的人当财买 他们很快的 他就可以 只要当个一个月 就可以做一套西装 很好很好 这个买肉呢 这个买下肉 抱上肉 买一只那个什么chicken 抱成最好的chicken 那个都是讲好的 所以当财买 很好 很多人想当财买 到菜市场 每一次 这个师尊被带到菜市场 第一次去的时候 很惊讶的 那个财买带我去喝豆浆 他说 一碗豆浆 加两个蛋 哇 两个蛋 2 egg 这是很享受的 那时候 在 那时候穷阿兵哥 哪里说一碗豆浆 加两个蛋的 我都流口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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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加两个蛋 哇 我一 我一看 一碗豆浆 加两个蛋 我说我身上没有钱了 他没关系了 当财买还讲什么付钱 他吃完了 那个 那个老板走过来 他就跟老板讲 跟杂货店收钱 啊 因为他每一次采买都是在那个杂货店 那个杂货店就帮他付这个早餐的会用 他吃很多的 一碗豆浆两个蛋 烧饼油条 这个葱油饼什么一大堆 通通都来了 小笼包啊 哦 吃了肚子 脏了不能走路 去到哪里人家请烟 哦那个烟啊 给他一只两只的 他不要了 他要一包两包 他一包两包的塞 这样 然后晚上再来 然后晚上出门干什么 收钱 采买可以收钱 因为你知道很多了 一买的话就是很多的极懒的菜 他去的话就是 这个 收钱了很厉害 他那个收的剩下的这个回扣 所以一个月就可以做一套西装了 我不是讲你们哦 哈哈哈哈 我们到时候 哇一大群的时候啊 你们想说 诗真这样子讲的 很好 不可以的啊 这个贪啊 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在 我们修行人呢 要止贪 那么还有一个意义在啊 就是本来你假如完全清净的话 是在虚空中的一个法身 因为有呢 稍微有一点念出来 这个念呢 也可以讲是贪 所以这个密教里面有随贪行 随贪行是怎么样子呢 也就是讲说 你在圣法当中啊 你这个贪啊 反而是利益天下众生的 你度众生啊 想要度众生啊 这个心啊 其实也是贪的 如来本身啊 如如不动啊 在虚空之中 如不动 他为什么要 陈彦来还不是贪度众生 还不是贪吗 这也是一种贪啊 对不对 这个是贪的圣行 是属于好的 所以这个叫做随贪行 你想盖好的宫殿啊 盖建好的这个试验 其实也是一个贪 但是这个叫做圣行的贪 不同的 这个是随贪行 你为了度化众生啊 先引他的贪 这个叫做 这个随贪行 密教里面才讲的 一般来讲 弦法里面啊 对这个贪日啊 是生痛恶劫 要把他打死的 好像这个蟑螂来了 啊蟑螂怕草鞋 草鞋拿起来 碰 怎么可以有这个蟑螂 对不对 就把他打死 一下子要把这个贪就打死 其实贪呢 也有好处 天地之间呢 用贪念啊 可以令如来啊 这个 这个倒庄啊 下凡 度众生 就为了这个贪 修这个贪 随贪行 那这只是我 对于贪的一种 这个议会了 因为贪本身来讲 也有盛行 不是全部的贪都是坏的 不是全部的贪都是坏的 所以也应该有盛行 这是密教才讲 那么我们讲啊 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六支啊 要修宫殿 宫殿是属于必留真阿佛 法界最圣宫 你修宫殿修成了 你就得到这个很大的助言 我在以前呢 我看那个 那个古代的这些小说 古代这些小说 那个 骄夫啊 在山上砍柴了 砍柴这 称为是不是骄夫啊 桥夫啊 这个音都是有差别的 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没有办法记住 每一个字正确的发音 桥夫 砍柴了 桥夫发觉啊 奇怪了 他走到一个地方 本来是一个很荒漠的这个山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是他突然间在砍柴当中 突然间看到一个道人啊 走到那个 那个岩石那边啊 这个轻轻的敲了几下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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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就打开了 这个道人就进去 一进到里面了 花节里面了 这个是别有动听 别有动听的 那么这个侨夫呢 也跟着那个道人 学那个道人的这个方法 也是叨叨叨叨叨叨 敲几下 这个门真的打开了 他也就进去了 一进去里面呢 哇 本来就是一个岩石打开而已 一个门打开 他进去里面 既然是另有天地 别所谓别有动天的 这个道家的动天福地在里面 那个连云的这个屋檐 房子很多 有齐发异常 有日夜星辰 有阴温满地 遍地飘香 花鸟草丛啊 都是特别的殊胜 小桥流水 这个什么金柱啊 这个银雕的这些阁楼 哇 里面的人呢 都是仙人 来来往往都是仙人 我不是讲我们的仙人法师 全部他一个人那还得了 大家都看了 来来往往都是仙礼 仙客 哇 不得了 那桥胡一看了 哇 哪里 奇怪 荒漠的岩石一打开 里面 这个就是修宫殿成就 那个桥胡一进去啊 啊 桥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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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桥胡一进去啊 哎 奇怪了 那里面的这 结果里面的人呢 看到他说 哎 怎么有凡夫十指进来 不过另外一个人讲 要进到这里 还是要有一点仙根 才能够进来 不是随便便就来 他至少有一点仙的 仙的这个缘分了 才可能进到这里面来 那么进到里面以后 他就啊 人家也请他 在那边住 啊 住一晚 那么请他吃一晚 吃饭 那吃的东西都是人间没有的 最好的是上品的东西 叫你都流锅水 喝一口茶 他看了 哇 不得了 这个吃的又好 睡的又甜 那简整的是这个轰紧了 真是这个俗间没有的 那么到了这个以后呢 最后人家又给他送回来 他一回来啊 化解这个岩石还是那个岩石 那下了山啊 整个村庄都变了 根本就没有他住的那个村庄了 那所有的人通通都变了 他问自己的家 人家说哪里 你哪有这个 哪有这个人民啊 哪有这个家 通通没有了 结果问到最后 他说问到最后 有一个人跟他讲 我的这个真祖父啊 上山去那个砍柴 他听说他的名字就是 那个名字就是 他的真祖父 他那个老头子 已经很老了 比如他化解啊 他一回到这个 回到自己的村庄 已经经过几百年了 他的孙子都已经很老 他说他的真祖父 上山 他砍柴 就是失踪就没有回来 其实他在仙洞里面 不过是过了一个 一两个晚上而已 中国的这个古代的这个 很很玄妙的 这个讲了 不过啊 宫殿的修法 你修成了以后啊 你真的可以在自己啊 产生在自己的宫殿里面过日子 法界最圣公 这个修宫殿法有这个妙处的 那么宫殿的修法是以 宫殿遮纳佛为主的法界最圣公 那么灌顶是不动佛 这里的不动佛不是不动啊 不是啊 不动明王 这里所谓的不动佛 是阿出如来 啊 是阿出如来 因为我们所有的灌 都如来做灌顶 就是水灌顶 就是水灌顶 阿出如来 也要修灌顶 你每一个灌顶的 都要修的 还要敞甘露弥陀 甘露方面为什么是弥陀呢 你知道这个弥陀是甘露王 甘露王真言 甘露王真言 所谓甘露王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称号很多了 这个无量寿 无量光 甘露王 长寿如来 都是阿弥陀佛的发生 这个敞甘露怎么修啊 密教里面有一个方法 你先观 做观 做观想 做观想 西空中 原来大西空 西空中生夜轮 夜轮中生晝日 这个是三段 法生 那么晝日显弥陀 出现阿弥陀佛 那么移到你顶上 那弥陀底下有莲花做 有莲花 好 那么莲花有这个花梗 那个花的那个梗 那个花梗从你的顶线 插入中脈 然后观想 弥陀本身 化为很多的甘露 留住 从这个花梗当中 注入你的身心 你身心充满了 阿弥陀佛的甘露 这个是修甘露 你可以 真正的敞到甘露了 那个甘露 这个水 真正到你的身体里面 会觉得很清凉 会充满了这个生气 充满了这个佛力 充满了生命严肃 你就是从西空之中 取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甘露 灌注在你的前身 这个甘露是弥陀 供养即不空 不空是 这个不空成就如来 为什么是供养啊 就是结魔法 你知道我们啊 很多的修法 都跟供养有关 生起之地当中啊 一定要有供养 像父母 这是供养 曼达拉 大供养 大曼达拉供养 就是供养 我们平时修敏供 也是供养 修水供 也是供养 平时我们吃饭三餐 都是供养 所以供养法 在我们来讲起来 也是一个结魔法 你知道成就妙系地啊 借由大供养 这是我本身讲的 成就你很好 很奇妙的系地啊 大部分都是由供养得到的 供养也就是一个成事啊 你成事金刚上司 如何成事 供养 那么你供养便不是只有说 师尊便不是叫你们 你看到师尊 你就是要成事师尊 就是要拿钱 给师尊 就是供养 不是这里还有生乙 生供养 你的身体 你为着这个师父 根本上司啊 为着佛菩萨去奔跑 就是生供养 与供养 就是赞叹嘛 就是赞美嘛 等一下会谈到的 就是嘴巴供养嘛 与供养嘛 意供养 就在意念上啊 你修行如来的清净 如来的清净 你自己本身意念上 跟着自己师父本身的意念而走 像四四法五十诵里面啊 师父的意念 作为你自己的意念 你一切的情形 都是跟着师父走的这个道路 就是一种意念的供养 生乙义本身的供养 也是很重要的 这供养啊 是不空成就佛 为什么呢 因为不空成就佛 是属于结膜部 那么结膜部就是做法 那你做任何法都是要供养 我看那些大佛佛 其实他们西藏佛佛 这个做法也都是这样子而已 一直在做供养 像上次啊 我看那个 臭如次郎 臭如次郎 那个仁波切 他在祖法的时候啊 每一次他都是在念供养 都是在做供养 他供养一次就加持一次啊 供养诸天啊 供养鬼神众啊 供养第一道 恶鬼道 畜生道 做六道众生的种种供养 给供养佛佛佛佛 诸天的时候 一样的 他每做一次 他就加持一次 每做一次 其实供养 他意思是 做种种的广大供养 邀请佛佛佛 金刚护法空情降临 那么得到一种妙戏地 妙很为妙的这种成就 所以这个是属于结魔部的 所以是不空成就 再来称赞为宝生 称赞 就是赞叹了 也就是赞叹了 赞叹是宝生佛 为什么是宝生佛呢 他这里面有写 修称赞者是赞功德 以分身以义 业德无法时 宝生属功德 宝生佛是属于功德 我记得圣经有一句话 现在就是 掉在厨房里面了 赞美圣以献祭 赞美圣以 这是圣经里面的 顺从 顺从 顺从圣以献祭 顺从 圣以献祭 就是说 你顺从 好像圣经里面的 你顺从上帝 胜过于你去供养 去献祭 献祭也就是供养 去供养上帝一样的 那么这个里面 还是有意念存在的 因为你表面上 你去供养 心里很不喜欢 那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你一定要顺服 所以这个称赞 就是你一种顺服的意思 称赞也就是一种顺服 一定是顺服的 我记得我以前看圣经 是这样子 圣经里面也有火供 在旧约圣经里面 那个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 他作为一种供养上帝 是用木材叠起来 然后烧火 然后他供养是把羊 自己牧羊 那个羊就放在木材上面 就烧了 就献给上帝 是这样子献祭 他们也有献祭 也是做供养 也是好像在佛供一样 把佛化 把木材化成佛 然后在木材上面 放着羊 什么样 就献给上帝 他是这样子做献祭 那么顺服 圣以献祭的意思 就是说 你真正的心业成福 胜过你哪东西去供养 这里面有含义在里面 因为你心业成福的话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而不是表面上的做的供养 供养就是说 由心内发出来的 胜过于表面上所做的 这一点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厨房里面调的那一句话 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顺服胜以献祭 那么这里所谓的这个称赞 也就是要你心里发出来的 因为这是有功德的 你心里发出来就是有功德 你心里没有发出来的 只是一种表面上的 那么修六之仪家 所谓这个身体赤地六之仪家 就是这里所讲的 目经一记鸣一枝鸣 八明灰灌顶 依当敞干路 八天礼供养 称赞伦导师 以我不动尊做灌顶者 以此灌顶是水灌顶 彼是不动体顾 以我弥陀尊敞干路者 以弥陀佛是以金刚 以我敞干路宝足以金刚顾 以我不空尊修供养者 以不空佛是结魔部 供养诸佛亦有情 是彼自在故 以我保生佛修称赞者 是赞功德 以分身以亦也得无法 是保生属功德故 此五分别 即是金刚杀斗 有彼六部 能射一切能医所医医家 也可以这样子讲 反正你修升起赤地 分成六支的时候 就是修宫殿 修宫殿 那么修灌顶 修甘露 修供养 修称赞 修灿 修灿 随灿行 就是这六种 这个就是生起赤地的六支 那么后面上他所提到的 他有这个 又讲来一些这个几个主师 他的观点上 把他作为一个分别的 那这里面有一段是比较重要的 一切生起赤地 根本医家 设为四一家者 初二一家 修主尊 父母为下品 第三一家一上 加修 圆满天伦 立为中品一家 最后修一之尊 平等一位 加持 圆等 立为上品一家 这个就是有上中下 三品一家的这个分别 这里面就提到这个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的 这个生起赤地 其实啊 就是要从这个种子 好像你种一个东西一样 有种子 那么 他本身要裂开 这个种子裂开 那么要发出一个小芽出来 那么这个以后 这个芽呢 再生出一个根 再长出几片小叶子 再来这个 这个根呢 再慢慢成长 就成为一棵 这个好像说 成就了 一个成就 一个大树 那么一个小芽 这样子成长的时候 必须要靠一点阳光 阳光要照它 那么要靠土壤 靠这个 有很好的这个土壤 让它适合它成长的一个环境 然后要加水 然后要加水 要移水 要灌溉 然后要加一点肥料 我们给它施肥 加一点肥料给它 那么它会慢慢的成就 那么所谓阳光啊 这个空气啊 这个水啊 这个土壤啊 肥料啊 就是生起次地 就是生起次地 那么什么是圆满次地呢 就是这个 这个种子 变成芽 变成叶 变成根 变成树 这个就是圆满 直接的圆满次地 阳光啊 空气啊 水啊 土壤 肥料啊 这些东西都是生起次地 那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来一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